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在学校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 才能把事情好好的解决 好 在今天开始上课之前 老师要小朋友们先准备一些用具 首先呢 是一张白纸 背面呢 有图有字都没关系 只要有一面是白的就可以了 接着老师要小朋友们准备着色用具 不管是彩色笔或者是粉蜡笔都可以 好 最后一样呢 是这一面小镜子 如果小朋友家里没有小镜子也没关系 等到上完课呢 看看家里哪里有镜子 对着镜子做我们待会要玩的小游戏就可以了 好 请小朋友们去准备这一些东西 好 小朋友 上小学后呢 老师相信每个小朋友的心情都不太一样 就好像这张图 每一张表情都不同 有些人呢 上小学是开心的 好 就好像呢 这张图里面 最下面这一排脸 有没有 这个小朋友是开心的 然后呢 这张脸看起来也是开心的 可是有的小朋友啊 嗯 可能上小学很紧张 就好像哪一张脸 哦 这张脸看起来好像是紧张的 那也有人觉得 嗯 没什么啊 跟幼稚园差不多啊 好 那小朋友呢 你觉得这里面 哪一张脸看起来最像你上小学的心情呢 好 接下来 老师要请你们拿出我们刚刚说要准备的小镜子 要做什么用呢 老师要小朋友们对着镜子做出不同心情的表情 好 比方说第一个 来 我们要做的是开心的表情 小朋友们呢 可以拿起镜子对着镜子做出你开心时的脸是怎样的 好 大家试看看哦 如果没有镜子可以直接做也没有关系 好 有的小朋友呢 开心呢 只是微微笑 好 那有的小朋友开心可能是哈哈哈哈 嘴巴开很大 好 接下来呢 老师要小朋友们做出紧张的表情 好 大家可以看着镜子做哦 好 小朋友 我们紧张的时候是怎样呢 哦 也许呢 这个眉头啊 眉毛这里呢 有揪在一起 还有呢 紧张嘴巴会怎样 闭紧紧还是开开的呢 好 每个人都不同哦 好 接下来呢 老师要大家做生气的脸 你生气时你的脸是怎样的呢 好 有的小朋友生气呢 可能嘴巴是鼓鼓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眼睛 眉毛鼓鼓全部都揪在一起了 好 接着我们要做的是伤心的表情 小朋友 你伤心时是怎样的呢 好 有的人呢 伤心是不想说话的 可能就是头低低的 也不想让人家看到 好 最后 我们要做的是 惊喜的表情 什么是惊喜呢 当你看到一个 你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你觉得很新鲜很有趣 或者呢 得到了特别的礼物 哇 会觉得很惊喜 那小朋友 可以试看看做出惊喜的表情 好 小朋友呢 我们练习完了之后 接下来 我们要玩个小游戏 叫做心情对对碰 这里呢 老师呢 也给大家看五张不同表情的脸 那请小朋友们观察一下 你们觉得哪一张脸看起来是伤心的呢 好 小朋友可以找找看哦 好 哪一张脸看起来是比较紧张的呢 好 接着你们觉得哪一张脸看起来是生气的 哪一张脸看起来最开心 哪一张脸看起来是 哇 充满惊喜的表情啊 好 我们来对对看答案 好 这个嘴巴呢 笑得开开的 这个是开心 好 这个有流眼泪的呢 是伤心 伤心时也不一定会流眼泪 好 那这个呢 嘴巴呢 圆圆的 眼睛呢 也针得大大的 这个是惊喜 好 那这个呢 呜 眉毛呢 有点这样子垂垂的 然后呢 这个表情看起来很紧张的 好 最后 气到脸都红通通的 那你的想法和老师是一样的吗 好 小朋友 我们在学校呢 可能每天心情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来想想看 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大家会有这些心情呢 好 现在请小朋友想想 在学校什么时候 你会觉得很开心呢 好 也许呢 是你今天交到了新朋友 或者是上课时 因为好认真哦 得到老师的赞美 还是因为写功课 写得漂亮 老师帮你盖了一个好宝宝的章 这些事情呢 都有可能会让小朋友觉得很开心 那你什么时候会觉得伤心呢 好 老师在学校啊 有发现到 有些小朋友呢 因为想念爸妈 所以啊 觉得很伤心 很难过 好 那什么时候你会有惊喜的感觉呢 哦 也许今天上一堂有趣的课 例如在生活课的时候 老师带小朋友去认识校园 到校园里走走 然后啊 你可能发现 原来自己的学校是这么漂亮的地方 或者呢 是上体育课的时候 然后老师带呢 大家玩有趣的游戏 让小朋友呢 觉得很惊喜 原来啊 体育课也可以做这些事情 好 那你什么时候在学校会紧张呢 哦 也许是到了新环境 因为呢 老师是新的 同学有很多也都不认识 那这些事情呢 可能会让小朋友觉得很紧张 或者呢 是今天要考试了 怕自己写不出答案 好 那你什么时候会觉得生气呢 哦 现在呢 我们上学是不是都要比幼稚园早起呢 如果呢 小朋友起不来就会觉得呢 可能心情不太好 那当然呢 你也可能因为别的理由觉得生气 好 那接下来呢 老师要小朋友们 拿出我们刚刚准备好的纸 还有色笔 我们要来做下一个工作 好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 老师要小朋友们画出你现在上学的心情 或者是你现在上课的心情 好 我们怎么画呢 请小朋友先拿出一支笔 你喜欢的颜色都可以 好 我们先画一个圆 代表你的头形 好 就这样呢 老师这样 我们圆呢 画得越大越好 好 我们最主要是要画脸部的表情 好 小朋友们 这一圈画好了吗 接下来 小朋友呢 就可以开始画 嗯 你现在心情呢 眼睛是怎么样的 然后眉毛又是怎样 然后你的嘴巴呢 是怎样的 最后呢 不要忘记帮自己呢 加个头发 那小朋友身边不是有这一面小镜子吗 也可以呢 对着镜子画 这样子呢 画起来可能会更像你自己哦 好 那小朋友就可以开始完成这件工作了 好 小朋友 当你画完的时候 你可以和你身边的人 也许是爸妈 也许是老师 分享你现在画出来的样子 还有为什么你现在是这个心情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重点 小朋友们 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了问题 应该要怎么办呢 在这里 老师整理了几项 一年级的小朋友 刚进学校 常常会遇到问题 我们来看看 要怎么样解决 可以帮助小朋友哦 好 首先呢 小朋友刚进小学 最常遇到的呢 就是不想和家人分开 尤其啊 是早上要进入到校园的时候 看到爸妈要回去了 就会很捨不得 也会很想哭 但是啊 不能一直在门口哭啊 我们还是要进到教室上课 对不对 好 在这里呢 老师告诉小朋友 一个方法哦 小朋友 你们可以给爸妈一个拥抱 或者是阿公阿嬷 看谁送你来的 并且呢 勇敢的告诉自己 不要害怕 因为呢 学校每一个老师呢 在学校都会陪着你哦 好 小朋友们呢 刚进小学 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朋友怎么了 东看 西看 哦 原来呢 是他找不到教室 在我们小学呢 有的时候上不同的课 会呢 需要换教室 一开始小朋友呢 对校园不是那么熟 或者是同学排队 你没有跟上 找不到 这时该怎么办呢 要站在那里一直等吗 可是这样 教室里的老师也很担心耶 好 这个时候呢 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请附近教室的老师协助你 看看呢 旁边的教室里有没有老师 或者是走廊上 如果刚好有老师经过 你都可以告诉他们 你找不到教室 每一个老师呢 都会帮助你哦 好 第三个问题 如果老师出了作业 可是你发现你不会写 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是这样一直发呆吗 等老师看到吗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有一点浪费时间哦 小朋友 你可以勇敢的举起手 告诉老师说 我不会写 因为有的时候啊 老师很忙 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 那你又一直坐着发呆 这样子呢 时间就浪费掉了 好 请小朋友记得要请教老师 好 我们来看小朋友呢 在学校会遇到的第四个问题 如果呢 你觉得肚子痛 身体不舒服 或者呢 在外面受伤了 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好 小朋友 受伤的时候 不可以都不说哦 因为有的时候啊 伤口会发炎的 好 如果你是在教室上课 可以直接马上跟老师说 老师呢 会带你去健康中心 请学校的护士帮你擦擦药 如果你是在操场受伤跌倒了 你可以呢 直接到健康中心去找护士 第五个 小朋友呢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 来不及上洗手间 尿尿或便便在裤子里 裤子脏了 通常这个时候啊 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不想要让旁边的人知道 可是啊 你如果穿着脏脏的裤子 还坐在椅子上 老师相信你一定呢 会觉得很不舒服 甚至会有一些害怕 怕那个味道啊 被隔壁的同学闻到 好 老师告诉你哦 你呢 可以悄悄的走到老师旁边 小声的告诉老师 说你的裤子脏了 那老师呢 就会马上帮你处理 另外呢 小朋友也可以多准备一套衣物 就是说衣服裤子啊 多准备一件 放在教室的柜子里 这样子啊 你如果裤子脏了 衣服脏了 就可以马上换 好 第六个问题呢 是 如果你和同学吵架了 怎么办 那可以打架吗 当然不行啊 好 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呢 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有的时候你在跟同学说话的时候 可能他有说了什么话 让你觉得他好没有礼貌 或者是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试着跟他说 你这样子呢 会让我觉得很难过之类的 那你如果发现 我已经试着要好好跟他说了 可是呢 我们之间还是不太开心 那没有关系 可以呢 请老师帮你们的忙 那老师呢 会问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 然后呢 也会告诉你们一些方法哦 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 放学了 我在校门口等了很久 我的家人怎么都还没有来接我呢 好 小朋友们记得 如果啊 你在门口放学的时候 已经等了一阵子 哎 家人怎么今天特别晚 那呢 不要一直等 一直等 可以请旁边的警卫叔叔 或者呢 是老师来帮助你 老师跟警卫呢 就会帮忙打电话 给你的爸妈 请他们呢 早一点来接你 好 那在学校里呢 所有的师长 所有的同学 我们呢 都像是一家人一样 所以有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呢 说出来 也请呢 身边的师长帮助你 或者同学 协助你 好 在这边呢 老师要跟小朋友们 介绍一本书 叫做 《天天星期三》 在书里面呢 有一只小恐龙 鲁鲁 他也是一个学生 他在学校遇到了一些问题 让他呢 一开始也很害怕去上课 但是呢 他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小朋友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图书馆借这本书哦 好 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有两个学习重点 上小学呢 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太一样 小朋友呢 可以试着跟身边的人去分享 第二个 如果在学校我们遇到问题 记得要跟学校的师长或同学 请求协助哦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下课了